建立一下网络热门视频 这个动作我相信很多野球场上的防守人经常会去做 而且都认为这是一个防守强硬的表现 那防守队员有一个明显的屈膝主动向前发力的动作 那像这样的主动发力上赢一定是阻挡犯规 但是这样的防守犯规我在球场上怎么讲也讲不明白 习惯就好 这个案例颇有一些风趣 在某本书记中写道 当队员的身体任何部分接触界线上方 界线上或界线外的除队员以外的地面或任何物体时 即使队员出击 既然我们打篮球都要穿鞋 那鞋自然是身体的一部分了 那鞋带也是鞋的一部分 所以是出界 那在比赛中像这种鞋带开了 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听队员记上 那一是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二也是别给自己找这种难题 你就说这球气不气 类似的球在篮圈中转一圈出来的还挺多的 那到底算不算进球呢 那又根据某本书上记载 当活球从上方线路球篮 并保持在球篮中或完整的穿过球篮 是球中篮 那显然视频上这球都没有符合书上所记录的条件 那当然不算进球了 这有时候干啥都需要点运气 比如说扣篮 走不走不看中枢脚 大变相之后拜佛合球 确定了左脚位中枢脚 随后抬起中枢脚的头篮 且双脚没有腾空情况的出现 好球给我学 可不一下为什么兰子伯格没有受到处罚案呢 按照规则呢 死球期间的两人推仓辱骂 一人一个技术犯规 随后小川质疑猜员 小川再被判技术犯规 那两个技术犯规就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篮兹伯格扔球砸小川 也被判技术犯规 那两个技术犯规也被取消比赛资格 随后小川撞倒篮兹伯格 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属于被取消比赛资格的队员了 这时候在场上已经是没有处罚了 只能写报告 上报联赛 然后后续追加处罚 那兹伯格已经在场上都已经全部处罚过了 他随后是没有追加处罚的